4月14日,叙利亚大马士革,两枚导弹划过城市上空,这次空袭叙利亚,标志着新一代精确制导武器,开始成为战争的主要角色。 新世代巡航导弹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隐形化、智能化和多平台化近日,特朗普宣布对叙利亚实施精确打击,并表示英国和法国也一起加入这场联合行动。 在这次联军空袭中,英美法发射了105枚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三个目标,在上周的专栏文章中,我很肯定美国将会在叙利亚止损,并且逐渐将军力从该地区撤离。 我对这个判断仍抱有十足的信心,特朗普在发动攻击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今晚,我下令对叙利亚发动化学武器攻击的地方,进行定点军事轰炸行动。 因为叙利亚的化学武器攻击就是通过这些设施发起的。 从达基的三个目标来看,仅限于化学武器研发中心和储藏化学武器的基地,按照北约军队以往的战术来看,如要对叙利亚境内开展大规模武装进攻。 第一轮攻击的目标必然包括指挥中枢、防空武器阵地、核心军事基地和情报机构中枢,以彻底瘫痪对方的防御能力。 联军所发动的这次攻击,却并未对上述目标下手,可见这次攻击和上次发射58枚战斧导弹攻击叙利亚,是针对化武事件的反应式打击,而不是发动全面进攻的先导打击。 那么这次联军的打击和以往的军事行动模式相比,到底有何不同呢? 本次导弹攻击过程中,法国海军FREMM型护卫舰,发射了海基版的风暴阴影导弹NBCN导弹,攻击了霍姆斯以西一个化武储存中心。 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是由欧洲导弹集团公司、英国宇航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和意大利分为卡尼卡集团联合组建研发的三军通用型巡航导弹。 该系列导弹可以同时装备战机、舰艇和潜艇,并且能非常灵活地从空中、水面以及水下发射。 风暴阴影的空射型号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利比亚内战中,已被投入实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 风暴阴影可以说是第一款被用于实战的新世代巡航导弹,在此次空袭中由美军B1B枪骑兵战略空炸机发射的GASSM-ER巡航导弹,也是第一次被用于实战。 美军对于这款导弹寄予厚望,不仅开发了对地攻击型号,还开发了名为LASM的反舰型用于攻击海上远程目标。 除了风暴阴影和GASSM-ER之外,德国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也是新世代巡航导弹中的代表作。 韩国空军去年刚刚试射了这款巡航导弹,用于配备空军的F-15K战机。 这三款新世代巡航导弹,比其一战斧为代表的上一代巡航导弹,有着非常明显的新世代特征。 新一代巡航导弹普遍采用隐身外形设计,雷达反射信号和红外特征都非常小,而且具有多种制导模式。 比如GASSM系列导弹中断制导雷冠导加新型抗干扰GPS,末段制导采用红外成像导引。 简而言之,就是导弹在距离目标较远的飞行行程中,利用GPS信号作为导航依据,当接近目标的时候则切换类图像识别。 比如既定目标为一个敌军的雷达站,那么导弹会自动识别附近的目标哪一个是雷达站并且对其发动攻击。 这种导引方式和人类识别目标的过程并无区别,可以说是非常智能化的一种攻击方式。 新一代导弹还具备云计算功能,如果多发导弹同时攻击一个目标,后到达的导弹发现目标已经被摧毁,则自行寻找其他目标进行攻击。 这也是新世代巡航导弹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隐形化、智能化和多平台化。 尽管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从离海的潜艇和护卫艇上,发射了口径巡航导弹,飞行数百公里后攻击了叙利亚境内的ISIS组织目标,也展现出了不俗的远程攻击能力。 然而所使用的导弹仍是核战斧导弹,相当的上一代巡航导弹,突逢能力和智能化程度都不算高。 作战效能已经落后西方军队一个时代。 我国近年来在阅兵活动中,展现的常见实行巡航导弹,同样为上一代技术水平产品,也和西方已经投入实战的成熟产品存在一定的差距。 这次空袭叙利亚,标志着新一代精确制导武器,开始成为战争的主要角色。 特朗普在发动攻击前于社交媒体上所说的更聪明的新型导弹,指的正是此次攻击中的JASSM-12,也的确在实战中,展现出了不俗的突防能力。 原标题空袭叙利亚中的新一代巡航导弹,文朱江明编辑。